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颈椎病在生活中十分常见,许多人都受到颈椎病的威胁,但部分患者由于对于颈椎病早期症状不了解,忽略和早期治疗的机会,导致病情的加重。 由于目前医学上还没有确实可行的方法能让颈椎病完全恢复,因此,在患病早期通过加强锻炼缓解症状,防止病情加重显得尤为重要,特别是在办公室久坐不动,长期服按工作的人群,如IT族、白领等而言,一定要在日常工作中注意适当的休息。 周末集结假日,一定要注意加强锻炼身体。 颈椎病的危害很大,比如脊髓型颈椎病,它是临床上并不多见的颈椎病之一,主要是由于颈椎椎体严重退化,颈椎肩排突出雾突向椎体后方,压迫患者脊髓。 脊髓型颈椎椎椎病患者一般在患病早期出现脖子酸胀,随着病情的加重,压迫欲重,患者可能出现四肢无力,走路如采年花杆,脖子以下的身体,常常觉得有火烧,被电击的马桶感等症状,严重影响患者生活。 脊髓型颈椎病较为少见,但此病患者一般症状严重,且多以隐性侵袭的形式发展,病人一般难以发现症状,容易拖延治疗。 除此之外,通常来说,颈椎病退行性疾病,随着时间的推移,患者病情多逐渐发展,在预长门诊中,大量的颈椎病患者并没有在早期得到治疗,都是拖到症状严重才来就诊。 此时的治疗都已经比较复杂了,颈椎病患者在病发后,要想完全恢复,目前尚无法做到,但在患病早期通过治疗,注重保养完全可能延缓疾病的发展。 但是,如果患者对颈椎病的重视不够,且脱不治,病情会快速发展,严重者甚至瘫痪,因此,患者一旦被诊断为颈椎病或出现类似症状,请及时前往相关医院神经外科就诊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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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